大家好,我是玫瑰小舍 今天给大家分享咱们在家熬猪油 熬好的猪油又香又白,完全没有丑腥味 下面来跟我看一下制作方法吧 早晨从早市上买了7斤的猪板油 我们这边现在猪板油是5块钱一斤 买这么多,花了35块钱 先入热水把这些猪板油冲洗干净 把上面的杂质和血水冲洗掉 然后把洗干净的猪板油切成条 再全部切成小块 熬猪油呢,首先选用猪板油 因为猪板油里面的油渣比较少 而且出油量也是最高的 然后把切好的猪板油直接倒入一口大锅里面 再往锅里倒入多些的凉水进去 加入料酒去腥味 直接开大火焯水 这里呢不要盖锅盖 让猪板油的臭腥味都能够散发出来 然后准备需要的配料 几根大葱全部切成葱段 再切几片生姜片备用 锅里大火煮开后用漏勺翻动翻动 然后全部控水捞入盆里面 焯过水的猪板油呢 再用温水多冲洗几遍 把上面粘的红沫和杂质都冲洗干净 这样熬出来的猪油才干净没有异味 洗干净后再控干水分 下来开始熬猪油 把猪板油全部倒入炒锅里面 再加入小碗的水进去 掀开大火熬 先慢慢的把锅里的水熬干 这里加水的作用呢 是为了防止板油受热不均匀 焦糊 而且锅里水在沸腾蒸发的时候 会将猪板油里面的腥味带走 这样熬出来的猪油才清亮 冷却凝固后才会非常的洁白 然后加入少许的高度白酒进去 这里加白酒呢 有去腥增香的作用 一直等猪板油开始出油的时候 再转小火熬 熬到猪板油大量出油 而且颜色微黄的时候 往锅里加入葱段和生姜片进去 继续用小火 熬出葱姜的香味 给猪油增加香味 熬猪油呢 一定要用小火熬 火不能太大了 用小火熬出来的猪油 才洁白 不会发黄 等猪板油熬到这种颜色的时候 往锅里加入两个八角进去 继续翻动熬制 最后锅里熬出油渣 而且颜色变成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的油渣基本上熬不出来油了 然后用大漏勺把油渣全部控油捞出来 这些油渣炒菜的时候可以用 包包子 包饺子的时候也可以用 提前准备一个洗净晾干水分的罐子 往罐子里放入几颗干黄豆 可以增加猪油的香气 再加入一勺盐进去 可以让猪油保存的时间更长 不会变质 然后把熬好的猪油倒入罐里面 让它自然冷却凝固 好了 咱们这个猪油就凝固好了 自己在家熬好的猪油 又香又白 完全不会有腥臭味 而且闻着也特别的香 放进冰箱里面冷藏保存 随吃随取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添加关注 点赞 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或许多小 unfinished provoc点赞 或许多小�的小朋友